1月10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 芬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政策 特别是尼尼斯托总统 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芬兰对华务实合作和各领域友好交往 我对此表示赞赏 近年来 中分关系保持平稳发展 两国在森林工业 农食产品 信息通信 能源环保 科技教育 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对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强调 中分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根本原因是双方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的原则 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方愿同芬兰分享发展机遇 加强互利合作 深化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国际事务协调 共同倡导多边主义 维护自由贸易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推进世界各国现代化 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动荡国际形势下 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更加凸显 中方愿同包括芬兰在内的欧洲国家 坚持以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看待彼此 维护好 发展好中欧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 尼尼斯托表示 我对习近平主席两次访问芬兰 以及我访华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们的历次交往都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很高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的面向未来的 分中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 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新冠疫情期间 双方也开展了良好合作 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芬兰愿同中方进一步挖掘潜力 加强互利合作 推动分中欧中关系 不断取得新发展 芬兰愿同中方密切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两国元首还护制新年问候 宁尼斯托祝中国人民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王毅参加会晤 2月1日的真正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